美国最高法院6月24号推翻了近半个世纪前的罗素韦德案历史性判决 认定女性堕胎并非宪法赋予的权利 允许各州自行决定是否禁止堕胎 这项判决也再度开启了美国社会内部 对这个高度两极化议题的激烈对抗 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获得了保守派人士的欢迎 认为这是捍卫生命权的一大胜利 但自由派人士强烈谴责这项新判决 全美各地连日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 抗议这项判决 美国总统拜登则谴责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 是一项悲剧性错误 让美国倒退了150年 他也宣示奋斗尚未结束 并要求国会采取行动 制定联邦法律来恢复罗素韦德案 赋予女性堕胎权的保障 从1973年以来 最高法院的几项重大判决 确立了宪法赋予女性堕胎的权利 1973年的罗素韦德案 原告是本名麦考韦德罗 当时他未婚怀孕 却因为德州法律的规定而无法堕胎 因此提出了诉讼 这起案件后来一路上诉 最终最高法院做出了历史性的判决 正式确立了女性堕胎权的保障 1992年的计划生育协会 素凯西案 则是美国最大堕胎倡议组织 美国计划生育协会 对宾州的堕胎相关法规 提出法律挑战 最高法院在此案的判决中 进一步允许女性在胚胎拥有母体外存活力 通常是怀孕24周以前 享有堕胎的权利 但数十年来 堕胎权持续成为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焦点 反堕胎阵营不断希望推翻这项裁决 而支持堕胎权的阵营则誓言维护 这个争论在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 出现了重大转变 川普一口气任命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 使得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取得了过半席次 也让外界推测 最高法院可能会推翻罗素韦德案的判决 而最高法院6月24号就以5比4的票数 推翻了这两项有关堕胎的历史性判决 最高法院这次推翻堕胎权的判决 立即性的影响就是让美国多个保守派州 限制堕胎的法案将迅速生效 另一方面 包含加州、纽约等数十个州 则将继续维持保障堕胎权的规定 而有部分州表示 他们将设立堕胎庇护所 为那些来自限制堕胎州的女性提供协助 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卡马克认为 新判决不仅让女性受害 也让美国分裂 它是 going to take something that was you know, accepted medical practice for half a century and suddenly make it illegal I believe it will of course hurt poor women and uneducated women more than it will hurt educated women and it's just one more issue that's going to tear the country into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states that are outlining abortion outright and we're going to have states that are as we speak 事实上,有关堕胎权的争论并不会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搞一段落 反而会更加激烈 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正试图在国会推动联邦法案 借此保障全美各州的堕胎权力 不过,由于拜登所属的民主党 在参议院紧拿下刚好过半席次 未能达到六十席通过法案的重要门槛 要通过法案难度甚高 因此,拜登期待堕胎权争议 能激发更多选民在今年十一月的其中选举支持民主党 但另一方面,部分共和党人也希望推动联邦立法 进一步禁止堕胎 让全美所有州都将堕胎列为非法行为 除了堕胎权 也有人担忧最高法院接下来可能会重新检视其他重大的判决案 包含保障避孕、统治婚姻等权力的案件 都有可能遭到推翻 卡马克认为 未来势必会看到更多法院的判决 而美国可能将走入一段动荡的时期 我的指望是在未来会有很多决策 因为这会有很多决策 有很多决策 甚至我们现在不能预计 会有很多决策 所以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的历史性判决 再度点燃女性自主权的战火 可以预见的是 这个议题不仅将成为美国11月其中选举的焦点 也将是整个美国社会 未来一段时间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杨广编译正经毛报道